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9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461集 现在是凌晨0点37分 今晚欧美股市都是下跌的 为什么会跌 就是中国抗疫事件这个原因 不过美国连中国的武力都不怕了 美股还会怕中国的抗疫事件吗 股市要涨要跌 他都能找到理由 看到美股又跌了 我一点都不会担心 现在正好可以扣到低点 他继续跌 我基金继续扣 这是11月28日礼拜一 我扣的定期定额基金 我就这样再扣 也没有去算他扣的多少只定期定额 我已经把基金当成是游戏在玩 把扣定期定额当成是一种乐趣 所以扣这个我一点都没有压力 而且我扣得很快乐 有人问我基金要去银行买 还是网路平台买就好 其实银行跟网路平台各有优缺点 基金平台的定期定额 好像至少都要3000元才能扣 不过现在银行的定期定额 只要500元就可以扣了 这是在银行申购 跟网路基金平台申购 很大的不一样 供大家参考了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